伊丽莎白女王的执政生涯来到了第十二个年头 皇家邮政为她制作了全新的侧面肖像 高雅端庄的形象 也代表着女王从年轻的少女 蜕变成四位孩子的母亲以及处变不惊的君主 也就是在这一年 伊丽莎白二世即将迎来她的第一位工党首相 哈罗德·威尔逊 1964年10月16日 工党以四票的优势在大选中显胜 由威尔逊出任首相 而在此事前的四位首相 丘吉尔 布兰特 麦克米伦以及霍姆 都属于保守党成员 多是贵族阶级 而威尔逊所在的工党则是代表着劳动人民 在女王首次会见她的新任首相时 表现得有些许拒谨紧张 不仅是因为威尔逊与她代表的利益不同 更是因为有传言称 威尔逊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一大早亲王菲利普便表示 她在午餐俱乐部听闻 威尔逊曾在去苏联访问时被策反 而且她的前任据说就是被苏联间谍谋杀的 伊丽莎白虽然觉得有些夸张 但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疑忆 而此时90岁高龄的丘吉尔又又又中风了 伊丽莎白准备前去探望 途中遇到了自己的艺术顾问布兰特 正在准备一场藏话展览 伊丽莎白看到面前的画作 穿军装的老人 布兰特表示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角色 说到神秘 伊丽莎白便顺势询问她 关于新任首相威尔逊那些离奇谣言的看法 布兰特的猜测 无疑加重了伊丽莎白心中的疑忆 来到丘吉尔家中探望时 对方也在电视中看到威尔逊当选的画面 丘吉尔回忆起在他在位首相时 年轻的威尔逊就曾请求他的批准 作为贸易部的代表前去苏联 接连三人的话语 令伊丽莎白不得不生出疑虑 然而当她想接着与丘吉尔一往西时 对方已经累得睡着了 伊丽莎白附身亲吻她的额头 就像她离任时亲吻自己那般 很快 伊丽莎白迎来了与威尔逊的第一次见面 王室管家提前叮嘱她 觐见女王要注意的宫廷礼节 使得第一次觐见的威尔逊也愈发紧张 这也导致她给女王留下的低印象 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完全无法引起别人的关注 女王事后在王室宴会上打句道 结果对面的女人接过话茬 女人表示不引人注目 不容易被人记住 这些特质都完全符合她间谍的传闻 虽然对方是在开玩笑 但伊丽莎白的笑容却僵在了脸上 不久后 伊丽莎白收到了丘吉尔去世的消息 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享年91岁 英国政府为她举行国葬 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成员也打破惯例 出席了丘吉尔的葬礼 然而在沉重的葬礼上 伊丽莎白的目光再次注意到 首相威尔逊正与苏联大使亲切交流 而与此同时 一名男子走入美国司法部投案自首 他自称是苏联的间谍 并提供了消息 揭露了另一名处于英国上层的克格勃间谍 军情五处处长得到消息后立即觐见女王 向他揭露了这名克格勃间谍的身份 但却不是他一步步 从怀疑到确信的首相威尔逊 最终真正的苏联间谍 是女王身边的藏话鉴定人布兰特 他便是剑桥五节中的第四人 15年内充当克格勃的活跃间谍 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 将近2000份敏感军事机密 然虽他已经对这些罪行共认不讳 军情五处却认为事情的曝光 将导致他们的心欲土工瓦解 只会带来更坏的影响 只好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 而即使伊丽莎白女王现在在生气 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在画展上致辞 在展览上 伊丽莎白女王再次聊起了那幅 穿军装的老人 在近代艺术中 客人在看了画家绘制完成的肖像画后 可能会提出修改意见 把自己改得更漂亮些 于是画家便会在原画上再画一层 伊丽莎白认为 这是有另一个人隐藏在画布之下 还有一种专业的叫法是重绘本 展览结束后 女王找到首相威尔逊诚恳道歉 虽然并未提及自己 把她误认为苏联间谍一事 最后布兰特还是免于被起诉 并继续担任女王的藏画鉴定员 直到1972年退休 最终在1979年 铁娘子撒切尔曝光了布兰特的间谍身份 教室里老师正组织学生们排队 然而下一秒 昨天放学时 老师还布置下了一项任务 全班要在第二天晨会上 给全校演唱万物有灵且美 老师让同学们务必记下歌词好好练习 于是孩子们不论是在回家的路上 还是在泡澡的浴缸里 都在开心地练习着歌曲 一心想着要在明天的晨会上好好表现 然而第二天一早 孩子们刚准备开始表演 却被一旁倾斜而下的眉渣掩埋 事故发生在1966年10月21日 威尔是一个名为爱博凡的小村庄 经统计有144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而其中116人都是学生 残酷的灾难几乎夺走了这个小村庄的下一代 但这场事故的发生不完全是因为天灾 连续6周的降雨后 天空终于开始放晴 7号梅渣山的工人们在检查室发现了挖险 按照规定梅渣山本不应该高过6米 但现在的高度却达到了5倍之多 工人发现情况后准备立即上榜 却赶不上山体滑坡的速度 200万吨梅渣冲向山坡下的村庄 首当其冲的便是潘格拉小学 工人们立刻开始了自发救援行动 从前他们挖的是梅 如今却是在梅渣里挖自己的孩子 得知了灾情的首相威尔逊 立即结束了手头工作准备赶往事故现场 白金汉公此时也得知了消息 助理秘书立即拟好了一份调研声明 女王确认后统一发布 也同意了首相的申请使用女王的专机去往现场 最后助理秘书询问女王是否要去现场 首相威尔逊到达爱博凡时已经到了晚上 现场负责人报告目前只找到60具尸体 村民们依然在继续救援 看着那些抱着孩子失声痛哭的父母 威尔逊此刻也无比心痛 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首先表示会对这场灾难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 也会采取任何需要的方式救援 第二天一早 伊丽莎白看着城报中的灾情陷入了沉思 不久后 首相也来汇报了事故的最新情况 死难者人数已经达到116名 估计还有80多名仍然失踪 36名幸存者已经安置在了医院 救援工作还在艰难地继续 首相表示希望女王能去现场看看 但女王却拒绝了 因为她认为她的出现会妨碍到现场的救援工作 可首相还是坚持希望女王能去慰问 伊丽莎白依然不改态度 直接按下手边的传唤铃结束了会面 事故第三天 马格丽特公主的丈夫安东尼抵达了灾难现场 却只看到了一片废墟 教堂里躺满了尸体 还有带着复杂情绪等待认领孩子的父母家人 马格丽特转述了丈夫所见到的悲惨状况 可伊丽莎白依旧无动于衷 到了第四天 煤矿局召开发布会 试图将这场悲剧的起因甩锅给添起 但此刻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家园的灾民 绝不会苟同 直到第六天 菲利普亲王终于来到灾难现场慰问灾民 他参加了第一批81名遇难小孩的葬礼 而孩子的父母们也在此时 唱起了他们那天没能唱出的歌 万物有灵且美 而当他回去后 女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 事态发展到如今 政府官员面对高压 准备联合媒体将民众的注意力 转移到在这场灾难中始终缺席的女王 于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七天 伊丽莎白女王终于踏上了前往灾区的飞机 助理秘书提前告知了今天慰问的流程 并在最后补充道 或许女王今天可以适当地流露她的情感 落地爱博凡后 伊丽莎白终于看到了灾难现场的悲惨 她到教堂里卫视区的生命祷告 去墓地给已逝者鲜花 最后慰问受害者家属 幸存的小女孩也为女王献上了鲜花和卡片 出门时 伊丽莎白用手帕擦拭了眼角 这一幕也被闪光灯捕捉下来 可事后她却对手上说 伊丽莎白没有问责政府此前的行为 反而是向威尔逊说起自己的情感缺失 当她敬爱的玛丽太后离世时 当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她都不曾掉过眼泪 她把自己的这种状况是做精神缺陷 但此时威尔逊也回应道 作为工党领袖 她这辈子都不曾干过一天体力活 她是牛津教授而不是工人 比起啤酒她更喜欢白兰地 比起大烟斗她更喜欢抽雪茄 但她会选择抽烟斗显得她更加亲民 这场事故被称为威尔逊历史上永远的伤痛 而据女王身边的人说 女王对这次灾难迟到的回应 是她身为君主最大的遗憾 自1966年起 她也多次返回这个村庄 也在听起葬礼现场孩子父母歌声的录音后 流下了眼泪